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博,我是蘑菇 那今天呢,这期视频我们之前跟大家在动态里边 征集了一些情感问题 然后我们就做一期姐妹主题的情感聊天室 其实她跟我说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自己是很抗拒的 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也没有说处理得特别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有点感觉像消费自己 或者消费你们的私生活一样 但是我觉得确实做这个很贴近大家的距离吧 所以就,那就聊聊吧 嗯,对 我们也就是,就是瞎说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有道理的话,你们就听一听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道理的话 然后你们也可以弹幕啊什么的,跟我们讨论一下 对,因为这个感情这事儿 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与错 就没有标准答案 对,我觉得还是见仁见智 跟每个人个人的这个情况有关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会深陷的那个情况当中 没有办法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去看 可能我们会给你一个新的参考答案吧 嗯,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首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我就按顺序来吧 然后,嗯,如何分辨渣男呢 我觉得渣男是分辨不出来的 但是我真的遇到过 对,行走笑胡子那么多年 谁没遇到过几个渣男呢 就是,而且我就是 就跟大家说一下我遇到那个渣男 就是,是我高中的一个学长 然后我当时是就是暗恋的那种 是我的一个闺蜜帮我要到了她的QQ号 那个时候还是在QQ上 然后后来就一拉出去大家就聊上了 她是会那种我们在假期里面 她每天主动找我聊天 然后我们比如说出去玩 但是都是大家一起 就也会叫上我们,对,同学 然后我们一起去滑冰 我当时她做这个举动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渣男 她不会滑,我会滑 然后我就带着她滑 带着她滑以后 她就假装自己控制不住刹车不了 我在她的前面 然后就啊,这样 就直接这个手就摸到我的胸上 啊,高中的时候就这么油腻吗 我当时就跟 不能一直苍蝇 对,然后后来反正 这个男的好像在他们年纪的风评也不是很好 就说这个人就是挺鸡贼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我也就没有那种 对吧,而且如果说 我说这个男生 当然他对我是完全没有想要发展的 但是他却每天都给你发信息 然后会给你发一些就是那种 暧昧的话 对,似舍而飞的那种话 我觉得就还挺扎的 就是他可能也不想说发展一段感情 他就是想有一个女生 排天 对 时间 对 我觉得首先我自己是 我觉得渣男的形态是千奇百怪的 你要是说如何分辨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但是我们自己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不要从垃圾堆里翻男人 那哪是垃圾堆啊 就是那些渣男高频场所 你就不要想从那去找感情 就是你也可以去消遣 你也可以说找一个小狼狗玩玩 下聊聊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要是说从夜店 从什么探探默默 soul什么这些地方 你想去谈感情的话 对我来说这种行为就要做 从垃圾堆里找男人 而且我觉得从这种地方 因为大家去这个地方 就是抱着玩味的心态 大家也不会说 我抱着找一段真感情的心态 那你如果抱着找一段真感情的心态 你们肯定就是需求也不一样 那你怎么能找到一个 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 也有 但是概率很低 但是太真的太覆毛临角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约着泡约着泡 约出感情来了 就是会有 就是我身边也有 是什么从叛探然后结婚了的朋友 这种概率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抱以 我要在这上投入真心的这种心态去 这样的话你是非常容易遇到渣男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渣男 就是他对你没有上心 但是你沉沦了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个渣男 那那怎样你觉得他不是渣男 就是你也不上心 他也不上心 那挺好的 对那他就不是渣男 对他就是中央空调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说 就是如果你要是 什么时候你上心 是你觉得对方对你也是认真的 我觉得你再去投入更多的感情 到这个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关系里面 怎么看待异地恋 那你来说呀 咱们都有关 反正我当时跟我老公是结实异国恋 但是我觉得最多的就是你们两个人 要互相的交流 要互相的沟通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其实有时差 能沟通的时间很少很少 这个时候就是你们两个人 就是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 去跟他分享你的这个生活 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的话也不靠谱 因为当时我们是有一个期限的 就是我半年半年以后就回国 你有这么一个心理预期 你觉得每天每天都是在 离你们相见那个时间是临近的 然后中途有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人大吵架 然后双方心情都非常的压抑 就是因为他当时考雅思没有考过 那就意味着他可能要出国去读语言 那如果他要出国去读语言了的话 我们两个人可能就会面临着 两年甚至以上 不知道会分别多长时间的异国恋 当时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很绝望 很绝望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谈 但是得有一个时间 我的异地恋都失败了 所以我也不说啥了 他的异地恋就是没有时间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气 其实我感觉我看了 我们把这个就是合并同类相 我觉得有很多小伙伴都问了 关于异地恋的问题 我觉得异地恋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你们要有一个待断 像我失败都是因为我的异地恋 是没有待断的 就是这个东西很随机 有可能它就回来 有可能它不回来 所以你的这颗心是没有一个定数 对没有一个说我们只要靠过这个时间 就能在一起的一种希望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两个人要真的往 我们会到一个地方去而努力 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方向 为了大家能在一起而去努力 而不是说呢我就这样了 你看着办吧 我就这样就 我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两个人就像一个平行线 你就没法相交得了 对就是我觉得就无论你是在念书 还是你是在工作 两个人还是要往一个地方去努力的话 虽然可能时间很长 但是也没有关系 但是那种就是虚无飘飘的 我觉得就很难 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有一个盼头 异地恋 真的异地恋没有盼头的话 我觉得真的太难太难 那不就是网恋吗 就是 网恋还能 还不变线 对网恋还能奔线呢 异地恋根本就奔不了线 对所以我觉得看你们有没有一个盼头 如果没有盼头的话 我觉得趁早聊聊 是不是说太好了 然后下一个是对爱情越来越没有信心的 不想随便找个人结婚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这样 但是我也还好 我还是对美好有着期望的 只是眼的前没有什么让我有信心的人 我觉得不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结婚 真的 就是你要相信说这段感情它还没有来 但它不是永远都来不了 所以那如果你当这段感情你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就随随便便找一个人结婚的话 你可能就会后悔一辈子 尤其是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女孩 从我们数据后台也能看出来 我就默认为大家都是女孩 尤其是现在这社会 就是大家女孩已经不用说 我靠嫁到谁家 然后才有一个稳定的物质生活 才能生存下去 我们自己工作 然后自己都过得挺好的 那我们想从婚姻上得到的东西 就不是原来那种加汉吃饭的那个情况了 所以就是也没有那么着急 所以我觉得就肯定不能随便找个人结婚吧 那个缺无奈 对 自己一个人也挺好的 对啊 所以我结婚肯定是想找在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之上的 一些获得的精神或物质上的东西 就是你遇到一个人你觉得跟他挺好 然后你觉得跟他结婚以后 你会获得比你现在单身 或者比他跟他谈朋友 就是更快乐的一个层面 我觉得你才去结婚 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为了结婚而结婚 为了找人嫁掉就嫁掉 那你想获得什么呢 就是这个社会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并不要求说一定女人到多少岁就要结婚 而且你现在觉得你爸妈催你 你很烦恼 你要是随便找一个人结婚 你的烦恼就更多了 每一天你看着他都是烦恼 就是家庭啊感情啊各种事情全是烦恼 但你不结婚呢 你只有爸妈催你这一个烦恼 你看看是不是 还有道理 好下一个 介绍对象见面好几个都聊不来生活工作圈的想法 感觉特单太难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拓展你的社交圈 只有这一个方法 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一个是比如说校友吧 同学呀这种 还有就是朋友的朋友 对或者就比如说朋友介绍 对 因为你们我觉得比如说像朋友的朋友啊校友啊这种 至少你们的大概的这个背景是差不多的 而且你们又有就是共同的朋友 我觉得话题可能会多一些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抗拒别人给介绍 我以前还挺抗拒但我现在没有很抗拒 但是我妈妈长飞给介绍的我从来没有看过 哎你知道吗我就说这件事就是你们可能知道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呢这个朋友是我爸本来想要介绍给我的一个相亲对象 然后呢那天他们俩我们俩的这个爸爸出去玩去朝鲜 就是去北朝鲜 对丹东那边玩 然后他们在路上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因为因为那个男生现在其实也老大不小了 但是还没有交女朋友 然后他爸爸就觉得说 呃现在儿子长大了 然后他也没有那么的想要马上找一个女朋友 但是在当年那会儿他儿子的女朋友是一直不断的 嗯 然后就是问他说呃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啊关于这个 然后他儿子就是当时还谈论到了就是说当年你给我想介绍我给他的时候 他觉得非常排斥 而且是爸爸想给儿子介绍 儿子又对爸爸有一种天生的那种抵触逆发那种情绪 他就说你给我叫什么呀肯定不好 我肯定不去什么中镇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因为因缘 因为因缘际会我们两个人见面 然后他回家跟他爸说 他觉得他也挺好的什么之类的 说哎呀因为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是家长也都认识 然后家庭条件什么的也是差不多什么的也挺聊得来的什么的 错过错过就是错过对吧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男朋友 哎但他也挺好的 对也挺好的 其实但是错过就是错过 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对就是家长给你介绍的那种 就是抱有说特别抗拒的心理 我觉得你要去比如说见一遍 或者说就大家聊一聊吃顿饭什么的 你不知道说这个缘分在哪儿等着你 因为像梅总跟他老公 他们两个也是介绍人士的 我现在还是有一点抗拒 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互相是更了解我 我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我喜欢什么样的 但是由我妈也就算了 尤其是那种我个人不认识的 什么我妈的同事 什么都要给我介绍的 我感觉你也不了解我 你只是觉得你觉得好 然后就要介绍给我 那我为什么要见 或者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受了他人之托 就是那边人要求他妈妈介绍的 那我就成了一个他卖人钱的东西了 那我才不愿意呢 对我觉得还是得像 比如说像我爸跟他 我们是世交这种 我觉得可以见一见 但是有像七大姑八大姨 就为了牵牵搭桥 然后就是想要享受这种 当媒婆的这种乐趣的话 我觉得那就 我觉得身边朋友介绍还是挺靠谱 对 主要就是要多见见人 也不要排斥吗 认识人的哥哥 人到中年貌似出轨 媳妇离婚不愿意 媳妇家里也逼着 不让离婚到特别好 那那为什么都这么扎 我觉得吧 不幸福 该离就离吧 但我就也不能一概而论 就是也不能说 男的为什么都这么扎 也有女的扎 对 我这边也有哥哥 就是离婚是因为 女的扎而离得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说 有性别歧视 就是说一定说 男的出轨就男的扎 那女的也有说 结婚了 我还有喜欢别人的 或者什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那徽婚解体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婚姻不幸福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快乐 外面有更幸福 我有一个迷思 我觉得为什么老是说男的出轨 我不是因为女的不出轨 而是女的做的戏 不会让人发现 对 就是女的会能褶住 男的都大咧咧咧的 也有可能 对 而且一般不都说 恋爱中的女人是福尔摩斯吗 没有说男人是福尔摩斯 可能男的也不会看得那么稀 也有可能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他们婚姻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感觉就是那种 家里逼着不让离婚 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 也有用 而且我觉得还会有逆反心理 就不如让他们两个自己去解决这个 即使出轨了 也有能 就是弹开了 好好继续过下去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家里人就不要再从中 可是出轨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出一次就会出第二次 就是看大家的相处方式吧 我觉得也有能继续过下去的可能 哪一例都离婚子 那别人也过了好几年才离的 反正如果我老公要出轨了 你就不过了 你可别 呸呸呸 呸呸呸 就这样 但我觉得他不会的 他这个人的责任心还是挺强的 然后有问小姐姐在懂星座吗 还可以吧 就也不是特别 就是专于这个 对不是特别专于这个 但是我会参考一下 就是我 我比较喜欢的几个类型 就是我会心里有数 然后以及我 我喜欢的其实还很宽泛 但是我不喜欢的是非常明确的 你不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火象星座 比如 狮子白羊 射手 我 你老大就是射手 我哪个老大是射手 老王 对啊 但是我又不跟他谈恋爱 就射手还相对好一点 射手相对好一点 我也有前代有射手座 狮子和白羊 就是绝对不行 哇 射不了 射不了 是不是 射不了 就是 我觉得他在天爱中 是一个钢铁直男小公主 对 狮子座 你听起来他非常阳刚 他确实非常阳刚 就是那个霸道 非常霸道 但是他还有小公主的那一面 就是无情无耻 无理取男 真的 我觉得星座这个东西 也不是全 特别 特别完全 就是还跟这个人的性格 有关系 比如说像我老龙 他就是巨蟹座 但我觉得他除了就是喜欢宅在家里这一点 比较巨蟹以外 像顾家呀 这种巨蟹座身上的特点 我觉得完全没有 就是我的办公桌旁边 做的是一个做数据的女孩 他们做数据的人 其实还是对星座呀 还有什么那个 命 什么命数字 就对 就是有一个什么命理数 还什么的 类似的东西吧 我有感觉他还是挺信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统计学来的 我当时就看 因为我是摩羯座嘛 但是我一直性格非常活泼 就也不是那么特别 有点固执 但不是那种特别固执 然后也不是那种特别勤劳 什么那种 后来我通过这个数字命理 我就发现了 我的这个 这一型摩羯 是所有摩羯座里唯一一个性格开朗 然后我就终于找到了原因 就是他还是有这种交叉结合的 对 然后所以 我就 我只是确定我讨厌那些星座 我讨厌那些星座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白羊座是非常非常恋爱脑的人 我只知道白羊座是精虫上脑的人 对 就是又精虫上脑又恋爱 就是因为他可能精虫上脑 他的整个的那种思维 就完全跟着恋爱这件事走 就是你就感觉 他恋爱之后就毫无理智 就让我特别烦 被已婚男追怎么办 我被已婚男追过 那你怎么办 就没怎么办 就是逐渐冷淡 我觉得也是 就我觉得你还是要很清晰的 摆明你的立场的 尤其是他假如是在你的工作环境中的话 可能会就是对你的工作风平 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摆明 就是画清楚界限 但也不要弄得特别难看 对 我觉得还是要理智一点 就不要说 因为一个已婚男追 你可能这个男的长得也害羞 然后这个收回地位啊 比如说金钱啊 什么之类的都还不错的话 你就动摇了 我觉得心里那根底线 还是要坚守的 我有两个认识的女孩 都是就是在工作中 和就是当时这个已婚男追她的时候 就追了她被赶人啊 blblbl 然后她就动心了 然后这两男都说要离婚 然后说要搬出来 然后就两个人在那边租了房子 但是因为就这两男都是家里有孩子 然后后来就可能过了个几个月吧 就又搬回去了 就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啊 blblbl 就是我就感觉 在我心里 我觉得她可能从来就没提过离婚这事 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孩子这件事情 真的我觉得她不可能 从她那个家庭里面抽身 然后完全到你身边的 比如说那个小欢喜 你看哪个小欢喜 那其中那个男的 他就是跟他的前妻离婚了 然后但是他对他女儿特别好 他也是离了婚以后 他确实找了一个女的 他跟这女的已经好了三四年了 但是这个女的特别想嫁给他 特别想跟他生一个孩子 但他就绝对不要再生孩子了 他说我这个孩子都高考了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 那我这算怎么回事 而且他还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事业的 他不想再多一个孩子去分他的遗产啊 或者去分他的爱啊 或者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反正在我心里我就一直觉得我朋友就是被骗了 我觉得这男的可能从来就没跟家里说过他要离婚 我觉得还是不要碰这个 主动找男生聊天 约吃饭也都会出来 但从来没有主动找女生聊天 也没有主动约过吃饭 我觉得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他主动 然后那个男的从来没主动过 这个就是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嘛 对不对 我觉得他如果要喜欢你 他绝对会主动约你出来吃饭 绝对会主动跟你聊天 主动聊天这种都不主动的话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喜欢的小哥哥也是这样的 就所以我特别累 就本来我就是一个超级被动人 所以我现在特别累 就是那种我找他说话 他回的特别主动 基本上我发一条 他回四五条这种 但是呢他从来不会主动找我聊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但是我们两个就只约过一次吃饭 是我说 我说那个明天出来一块喝酒吧 然后他说他就好啊 然后他的行动是非常主动的 然后他就说好啊 然后第二天去哪喝去哪吃 然后点什么 对就全都是一切 是他的就是他掌握主动权 然后他布施这件事情 我什么都没有操心 但是我心里纠结就是 但是这个提议是我提出来的 所以就是他就让我觉得很别扭 就是因为假如是我一直主动 他也回馈也不是很好的话 那我就觉得那就算了 可能没什么情况 但是他回馈又很积极 但他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性格呀 他觉得就是要照顾女生 即使他对你没有意思 他的这种性格也是那种大包蛋栏 既然你提出来了 我哥们我就得给你 什么什么都的iPad妥妥贴贴的 但他看着不是这种性格 就是还有点小羞涩的那种性格 那你们俩现在聊得多吗 还行吧 还是刚开始的 刚开始 刚开始 那你觉得就是从你们两个人出来以后 面对面的这种交流 面对面特顺畅 面对面特别顺畅 然后他就一直在找话说呀 还说自己的很多事啊什么的 你们呢 你们怎么觉得 你们快点来给我解决一下感情问题 因为我真的 就比如说我跟浩哥嘛 他这都是 因为我这个人是特别爱 就是在恋爱中会斤斤计较的那种人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他又不给我发微信了的话 我真的我会崩着 对我也会 我一直都会 我只是现在我就觉得我长大了 我不应该就是才这样了 我应该就成熟一点 自己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 这不你和猎王交的吗 我就在很努力的逼自己 就找他说话呀 约他吃饭啊什么的 但是你约吃饭 我觉得还是要等男的主动吧 只不过我跟猎王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有什么不快 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 你们交到之后 如果他有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不舒服 你要说出来 你不要积压在心里面 但是你让男生该主动的 他们就得该他们主动 反正我就想大家就还挺 但终于也遇到一个能治得住你的人了 对但是就是一切才刚刚开始 还未见分析 对还未见分析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 就是问题是 以前我碰到的男孩 都是那种很有套路 然后就很 就是在女孩儿堆里打转过来 就是你多跟他说几句话 你给他第一个眼神 他就很知道 你要表达什么 就是那种会特快 就是接上 对我去接你呀 你在哪儿我晚上送你回家呀 什么什么 你这回碰到了一个青铜是吗 对 人家可能是披着青铜万一的房车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为什么聊到了这个 就是跟他的这个情况一样 清醒时刻给我们update一下 如果在学校碰到喜欢男生 但上镜心不强不是很优秀 那你会选择等他变优秀还是 不可能的 你相信我 不上镜的人是不会变优秀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骨子里的 对 如果他除非啊 除非除非遇到这种非常意外的发生 就是他的生命中有重大变故 就是他要拆迁了 那他也只是变有钱了 他并没有变优秀 或者就是真的 可能是有那种 真的看你这个学校是什么学校 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如果我觉得大学的话 基本已经定型了 如果要是初中高中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 对 因为像初高中那种 他玩心还没有收 但是他确实 你不能说 这个人从一个学渣 能变成一个 就是像什么比尔盖茨 什么这种那种 但是 他可能会变成熟 对 如果他有这个心的话 我觉得还是好的 但是你能说 他有一个质的转变的话 我觉得 就是你在选择他的时候 你不能以 就是你要不然就 他就 假如他就这样了 你能接受 那你可以跟他好 你要是觉得他这样不行 我会期待他 从六十分到八十分 我觉得才OK的话 那你就根本不要跟他开始 就是你不要抱这种希望 假如你能接受六十分 那六十分的过也行 万一到八十分呢 那你赚着了 但是你要觉得八十分还行 你现在是将就这六十分 他永远达不到八十分 你永远心里不输 对 是这样的 你不要妄图想说 我跟这人在一起 我改变他 然后去让他做得更好 我觉得那是不现实的 而且你也会很累 他也会很累 喜欢上有女友的男生怎么办 这不就跟那个结了婚子差不多吗 那不一样 有女友的还是可以撬的 就是看你 多喜欢了 对 喜不喜欢 喝喝喝出去 有没有手段 像我这种菜鸡 就算了 你还菜鸡呢 那我撬不动了 就是我不会主动了 那你喜欢上有女友的男生 你肯定要 就是会自己付出的更多一点 我觉得也得看那个男的吧 那男的喜不喜欢你 如果你要是单方面 喜欢一个有女友的男生呢 撬啊 就有人能撬啊 就有人撬的动啊 我就说这个男的喜欢你再撬吧 那那男的不就是出轨啊 那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与其比 他在有女友的时候 已经开始勾搭我了 那我就有点不想要这个人了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傻逼 现在给我打个笑衣子啊 与其这样 我宁愿是他一心一意对他女朋友 带着我使劲手的把他撬过来的 那你把他撬过来 他不还是在带有情况的时候 但是他我觉得那是我 你的有能力 而不是他这个人本来就那么轻浮 那比如说是这样呢 就他不是来勾搭你的 你是你们两人一开即合 不用你 不用你使出 浑身解除 对 他也不用主动追求你 就是可能就是时间不对 那我觉得他就应该 假如是那样一看即合 他就应该先跟他女朋友分手 再跟我 肯定是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你如果喜欢他的话 首先 如果他没有跟他女朋友分手 你肯定不能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去努力 对 反正我也没什么 跳别人男朋友的经验 我们就瞎说 喜欢一个小哥哥 他谈了三次联爱 最后这次谈了两年 谈婚论嫁了 因为异地分手了 女孩子考了 笨笨的研究生 而他在武汉 女孩子的第一次给了他 他总觉得忘不了这个前女友 他还说需要女孩子主动 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但是真的犹豫要不要开始 因为这件事自闭一个月 我觉得前面那些都不太重要 就是他前女友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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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过几个女朋友 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我觉得他应该喜欢我 这句话呢 你觉得准不准 你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觉得 就是 这件事情你的把握大概有多少 50%那咱别聊了 你跟着扔硬币呀 我就怎么样要超过70% 不是 我觉得他在想怎么开始 你知道吗 他说要不要开始 那谁开始 对呀 是你要开始去追求这个男生吗 是你要先说出这句话吗 不 我觉得除非是 这个男生已经跟你抛出甘腕痣了 他已经跟你说 他说某某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然后你才能有说 你去考虑说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开始 但是现在你只是觉得 他可能 maybe喜欢你的话 那这个开始是什么开始 那就他主动一点背 去追这个男生 也没有追 他认为他们两个都差不多了 那可能就只是一句话 或者欠个拉着手的事 而且这个男孩说了 需要女孩主动 那你就去 假如你确定他的心意是OK的话 那你就可以主动 但是前面啊 他对他前女友 都没啥意义 没有意义 他之前 那个男朋友 不也是跟女友都谈婚婚的家 对啊 那后面该怎么着怎么着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男孩 走出来了 真的很快就走出来 而且我觉得现在男生的 就是这种处女情节 也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对吧 太少太少了 怎么就能跟一个女生 从一而终呢 当然我跟浩哥 当然浩哥不是 跟我不是第一次 但我跟浩哥是第一次 如何有效地和男朋友沟通 每次到磨合期的时候 总会单方面控诉男友 压制不住情绪 对不就是我 其实你看 人家没控制情绪 不也该节节了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到磨合期的时候 就是遇到问题 你不要去回避 不要觉得 那我不说是不是就好了 我控制一下 我自己是不是就好了 我觉得还是要 展现自己 最真实的那一面吧 对我觉得 就是你就是要控诉啊 你要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就要说出来啊 那他至少知道吧 那如果说你这东西 你要不说出来的话 你就一直积一直积 最后积少成多呢 就是大爆发了 你一直忍着吗 你能一直忍一辈子吗 我觉得磨合期 不就是用来 控诉的吗 就是用来磨合的吗 就是发现问题 然后改善问题 然后解决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性格不 大家性格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是 我的性格跟你的性格 可能都是那种 遇到问题 想说出来的那种 就比如像浩哥 他的性格 他就是不善言词 他就是不想说 但是如果你说了的话 他至少 他单方面 他知道了你是怎么想的 他会来调节自己的 如果他不想说 你也不要逼着他 一定要说要跟你沟通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至少你说了 他自己心里会有个谱 如果两个人都不说的话 没有办法了 对吧 而且我觉得 其实你们想这样 也是一种互谱 因为如果要两个人 比如说都控诉了 那就变成大吵架 而且肯定是 一方墙 一方握 一方说 一方听的这种 了解一个人的速度 会随着年龄和精力加快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你接触的人多了 你见过的事也多了 就是会的 这种类型我之前见过 对啊 就是你看到他 他的说话方式什么的 就是你已经心里有一个 你唱了 不会像你唱初中高中的时候 需要很长的时间 去了解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就是 大家长大了 真的有智慧了 如何结束暧昧 跳破风不止 对啊 结束暧昧两个方向吧 一个就是 在一起 对在一起 一个就是不联系了 就那你 假如是想 就是我觉得没意思了 那就很容易啊 你就越来越冷干了 但是你要是想往前走一步的话 反正对我来说 很挺难 我觉得捅破这个窗户 只是很容易 关键就是在于 你下定决心 你要去捅 真的很难 那那个时候 我也是之前跟人暧昧 然后我就 其实我这个人是 如果说你在暧昧的时候 你觉得你能确定 对方的心意 我觉得这个暧昧 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当对方心意是那种 哎呀 默默呼呼 你确定不了 但是你又真的挺喜欢对方的 你的心情就是坐过山车 真的 这种太难受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特别难受的这种 然后我就真的很烦 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就跟朋友说怎么办 我要不要捅过这层窗户 什么了 你办到的 等你真的捅了 你就会觉得 释然了 好了 就在一起 不好 大家就不联系了 对 就是这样 痛快一点 男朋友比我小的时候 觉得他很幼稚 本来 后哥比我大 后哥他不是还是幼稚 对 人都有幼稚的这一面 而且我觉得一个男生 如果他能把非常幼稚的那一面 展现在你的面前的话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非常的信买你 也很可爱 对 因为比如说浩哥 他在工作中什么的 他肯定就不是 在你面前那么幼稚的表现 他跟别人 跟外人 他也是面面俱到 但是他在你的面前 他就是一个想当好 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也还可以 那我觉得你主要观察一下 他 就是比如你们已经发展到哪一步了 他和你的朋友之间的相处 是不是也还是那么幼稚 或者甚至他和他去见你爸妈了 是不是表现得也还是那么幼稚 你觉得好微幼稚 在这面前 还行 我觉得好 他在我面前 还行 你描述的那个 大乡 对吧 还可以 如何搞定母胎单身的男生 我没碰见过 我也没有 那我们没有什么发言 如何辨别一个男生 是否是为暖男 我觉得这个问题 什么叫为暖男 就是渣男 对吧 我觉得你就要去看他 说得多还是做得多 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男生 一看就是老油条 就是那种 经历过很多女孩子的调教 很会 然后从约你 从跟你聊天开始 每一步都很会 然后都让你觉得还挺舒服 但你可以 你足够细心的话 你只能够感觉到 有的人是我 我做了件事情 我就一定要把它说出来 或者是点一点你 让你知道 让你买它的好 我觉得这种普遍都是为暖 暖男是那种 默默做了 就是我做了就是做了 我还不用 我还非得让你知道什么的 我也有朋友就是那种什么 男的给他买了点什么呀 就是也不是很贵的东西 然后就是老会有意无意的 在说话中提起来 我就很烦啊 但我想知道的说 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暖男 是针对对女朋友来说的 还是对所有女人来说的 我觉得应该是对 追求及女朋友吧 对 我觉得你看他是不是为暖男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他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他如果要对所有人都这样的话 那他就是有礼貌吧 他就是中央 而且也可能是一个中央风调 也可能是他把所有人都当梦桃子备胎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真暖男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 只对你好 对 然后他不可能说是只对你好 对别人不好 就是他会这个界限很分明 就是他对你会让你觉得很暖 但他对其他的女生 可能也是彬彬有礼的 但始终有那么一条线 就是让你觉得你是唯一不同的 大部分女生可能觉得 你谈恋爱就是突然开心 但真的要最后肯定是磨合的过程 怎么那么长呢 磨合的时候因为成长环境 自己工作 会隐学业加人因素会有很多看法不一样 但一千五一的忍不了忍让和委屈 你们怎么看的 年纪轻碰到优势的人 但是因为三观不同可能分了 就分了无所谓 到了一个年就会懂得珍惜眼前人 但是往往会被退让逼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这时候突然发现旧人更优秀 这是当时自己和他播出 那万一旧人也available 你们还可以再继续 也没说好马一定不能吃 而且我觉得三观如果你们都不合的话 也没地方忍让的必要 对真的 我觉得能忍的是你在你能忍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肯定互相 你两个人磨合在一起 肯定是互相有包容有忍让的 但是如果三观都不合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忍 反正我觉得就像他说的 有一些家庭学历 年轻的时候肯定不会考虑 但是像我现在 我就不会去找那种和自己差别特别大的人了 就是我的看的范围 就直接会把那种富二代 然后下边就比我差特别多的 我直接就把这些人忽略掉 就不在我的事先范围里 所以在我事先范围里的 那我肯定要再去挑让我心动的喜欢的人 因为我觉得咱们小的时候 不会考虑这种话题 但是等你长大了 你的这个感情是可能谈光论驾了 那就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了 那就是两个家庭的事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你们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个家庭啊这个背景啊这个学历啊真的会影响一个人很多的 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家庭环境都不一样的话 你们以后的交往你们以后的观念 我觉得真的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起码就是你博士和本科商能不能谈恋 我觉得是能的 但是博士和没上本科的人能不能谈恋 我觉得是不能的 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话题 就是我觉得受没受过高等教育 现在对我来说我以前觉得无所谓 我现在真的觉得受没受过高等教育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家庭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原生家庭的这种 它是在一个什么家庭环境下长大的 会直接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以后会组成的这个家庭是个什么样的 而且就是你们家的情况 它能不能从它的视角去理解 你能不能理解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所以还是比较相近的会问题少一点 到底怎么决定嫁给一个人啊 问你吧 我真的觉得嫁给一个人是需要冲动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从理性上来说 真的 我从理性上来说 你应该结婚 对 我觉得我真的不应该嫁给浩哥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些问题 你能不能受得了一辈子 如果你觉得能受得了 且目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你更快更动心的 且我还挺想跟浩哥有一个 我们两个人爱情的结晶 我还挺那什么的 我觉得就可以嫁 而且这个嫁真的就是那种脑门发热的那种 因为这件事情 结婚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实惠的选择吧 所以我感觉结婚真的需要两个人 需要一股子冲动劲去结婚 我跟浩哥结婚也是因为我想要结婚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我们两个人谈的两个人跟结婚有什么区别 现在大家也都同居啊 我觉得真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就看你俩以后想不想要小孩了 如果你们俩不想要小孩的话 我觉得结婚没什么比较 真的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比较 如果你们俩都以后在一起同居了 那其实就是两个人大伙过日 我现在也有朋友就是那种两个人 不结婚不领证 但是两个人一起买房子 也挺多的 看你想要得到什么 是必须通过结婚才能实现的 我觉得你们就结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能通过结婚 我才能实现的这些事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不用结 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你那种想结婚的冲动就会越来越淡 那你们可能就需要一个外力 对 要不然就突然怀疑了 或者这么着 对吧 行吧 那就这样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聊的感情话题 跟他时间会长 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类型 你们可以弹幕告诉我们 然后看我们会不会定期的 要给大家发个动态 然后收集一些话题做一做 或者你们还想看这种谈话类型的 你们还想看什么主题的 也可以给我们弹幕告诉你们 好吧 那就这样 不要不要给我们点赞 关注我们 然后杜杜的赞目 评论互动 爱你们优优 拜拜